第3次全会 我现在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阁下发言 主席先生 尊敬的国家援助和政府收纳 阁下们 同事们 朋友们 联合国宪章 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要将人民放在首位 联合国宪章 通篇 头几个字就是我们人民 这就是要呼吁我们 在我们的工作中把人民放在核心 不管何时 不管何地 世界的人民充满焦虑和希望 他们充满心碎和渴望 但是首先他们是充满权力的人民 这些权力并不是一个恩惠 可以给可以不给 这些权力是生与俱来的自然的权力 在我任期的头半部分 我曾有幸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见过面 不是在金碧辉煌的会议室 而是在他们生活工作和充满希望的地方 我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述 我听到了在南太平洋的家庭告诉我们 他们担心由于海平面升高而被冲走 中东的年轻的难民 他们渴望着能够返回学校 返回家园 北极吴的伊伯拉幸存者 他们正在挣扎着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 妇女要求平等 要求有机会 人民不管什么样的信仰和传统 他们正由于自己的身份而遭受到痛苦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不安 很多人他们担心被踩倒 被击败 出局或者是被落在后面 机器抢了他们的工作 走私者 剥夺了他们的尊严 蛊惑人心的人 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军阀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化石燃料 夺走了他们的未来 但是那么这些人仍然相信 把我们汇聚在此的精神和理念 他们相信联合国 但是他们相信我们吗 他们 是否会相信我们作为领导人 会把人民做在第一位 因为我们领导人必须为我们人民做事 为他们着想 阁厦门 人民有权生活在和平之中 一年前在此 我讲到尽管充满着混乱和不安 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有希望 从那时以来 有一些趋势 现在进展的方向继续让人感到鼓舞 与很多人的期望相反 在马达加斯加 马尔代夫 明刚等等和平地举行了选举 这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已 希腊和北马其顿共和国 解决了几十年之久的命名的争端 苏丹的政治对话 以及中非共和国的和平进程 带来了新的希望 而且在和平政治手段 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 期待已久的一个步骤 已经做出 这是符合安理会2254号的一个举措 正像我昨天宣布的那样 已经在有关各方之间取得协议 要建立一个包容 要建立一个可信的平衡的 包容的序人领导 序人所拥有的制限委员会 我的特使在将协议与政府和反对派 定稿之后离开了大马士革 联合国期待着在未来几个星期 在日内瓦举行制限委员会的会议 但是阁厦门 展望全球 我们看到冲突继续存在 恐怖主义在蔓延 而且新的军备竞赛的风险在增加 外部的干涉 这些干涉经常是违反了安利会的决议 这些干涉使得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 而且很多问题都仍然没到解决 从也门到利比亚到阿富汗 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而且一系列的单方行动 威胁到威胁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解决的前景 会让它脱轨 在委内瑞拉 400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流离失所 南亚紧张在家具 在这个地方 必须要通过对话 解决争端和分歧 首先最严重的是 我们现在面临着海湾地区武装冲突的这一可能性 这令人身为不安 因为这后果是我们世界不能成富的 最近的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攻击 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现在的情况是 一个很小的计算错误会导致大的冲突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 呼吁理性 呼吁克制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未来 所有地区的国家能够 本着互众和合作来生存 不干涉他国的内政 而且我也希望现在仍然可能 可以维护关于 就是由一和全面协议 所代表的在和非扩散方面取得的进展 从第一天我就一直强调 预防调节和加大外交 是我们解决面临危机的最好的手段 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加快在持续和平 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 持续和平 加大投资的话 会成就多少的生命 在世界一些充满不安的地方 有十万联合国维和人员 在保护平民促进和平 通过行动促和平的倡议 我们在加强我们的效力和效率 而且在于出兵出警国 东道国 像非盟和欧盟这样的地区组织 在重新确定伙伴关系 我深感自豪的是 我们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他们在世界各地 在减轻人们的痛苦 国际救援的总额的一半 是通过联合国所提供的 这确保着几百万人能 获得保护粮食 医药 住房 水和其他成就生命的援助 仅今年 在残酷的袭击和其他的情形下 我们有80个维和人员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 丧失了 他们遭受了很大的攻击 他们在为联合国服务中 为了让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 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我在此向他们的服务 和他们的牺牲表达敬意 阁厦门 我们加强了反恐构架 并制定了新战略 打击暴力集团主义 解决根源问题 同时又要尊重人权 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裁军议程 以推动全球和平 在近期内 这个新开端的这个协议 必须扩大延长 我们必须努力要解决 弹道导弹带来的威胁 并确保2020 核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 能够获得成功举行 朝鲜半岛的局势 继续充满不安 我完全支持所做的努力 以实现 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和朝鲜 人民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 新一次峰会 在这个充满过渡 和在全球 权力关系中 处于过渡和运作不灵的时刻 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风险 但这个风险虽然还不大 但是它是实实在在的 我担心现在有一个大断裂的可能 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一分为二 是地球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他们建立两套完全不同的 但是相互竞争的世界 每个都有自己主导的货币 贸易和财政规则 他们自己的互联网 自己的人工智能能力 还有他们自己的零和的地缘政治 和军事战略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 避免大破裂的发 大断裂的发生 并维持一个通用的系统 一个普遍的经济 普遍的尊重国际法 而且我们要有一个 有着强大多边机构的 一个多级的世界 这是我们所要的 人民有权获得安全 这包括各个层次意义上的 捍卫人权的每个措施 都能够包住促进实现 持发和和平 在21世纪 我们必须看待人权的时候 这种方式要让每个人 都能够有感受 与自己有关系 而且要覆盖所有的权利 都包括政治社会 文化 政治和公民权 如果忽视或减少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的话将是一个错误 但是如果以为 这些权利本身 就足以回应 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来说 那就是错误的 人权是普遍的 不可分割的 我们不可能挑挑拣拣 支持一些权利 而贬低其他权利 人们有权利获得福祉 和充满尊严的生活标准 他们需要健康 住房和粮食 社会保护和可持续的环境 他们需要教育 不仅是学东西 而且要学会如何去学习 为未来做好准备 而且要有体面的工作 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 这些权利贯穿在 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中 而这是我们所拥有的 防止冲突的最好的工具 但是我们现在工作 做得并不顺利 不平等正在大爆炸 我们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但是这一繁荣 却只掌握在极少数的精英手中 令人痛心的事实是 现在一个人获得免于罚馈 和充满尊严的人的生活 主要取决于他出生在哪 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 今天持发目标峰会 以及星期四关于融资的对话 都是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确定更大的雄心 其中包括使用科技创新 所带来的这个潜力 而这正是关于数字合作 高级别专家小组所提的建议 他们的建议刚刚发表 各社们 正像我昨天在 气变行动峰会所说的那样 气候的紧急状态 是我们正在输掉的赛跑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改变 自己的行为方式 这场赛跑还是可赢的 即便我们的这个语言也要调整 我们以前称它是气候变化 现在实际上它已经是个气候危机 以前称之为全球变暖 世界上现在更准确的应该是全球加热 我们现在看到前所未有的气温和风暴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不可否认的科学 在巴哈马 我看到了多里安飓风带来的破坏 它的后果只不过是今后更大的灾难的前哨而已 但是现在也在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到 就是有解决办法 我们世界已经开始在行动起来了 尽管速度还不够快 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在远离化石燃料 而是要这个抓住绿色经济的机会 气变峰会 突出的指出了 我们需要加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以减少排放 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度呢 而且要在2050年实现 之前实现零排放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目标 我们必须要抓住现在的这个机会 做得更多 以击败 这个气变 阁厦门 人民应该享有根本的自由 这是每个国家都承诺要遵守的自由 但是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现在 以长期已经获得的权利 受到威胁 或者受到这个 剥夺 我们现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 有罪部法 其中包括 对最根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破坏 我们看到 这个专制主义的各种新的形式 在这个 到处出现 公民空间越来越狭小 人权的捍卫者 这个环境保护者 记者 他们都成为了目标 而且年复一天 通过每一个点击 通过每一个摄像机 现在的这种监督制度 影响到了隐私和人的生活 但是 这不仅是在监管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规则的破坏所造成的 它的原因更深层 这是它破坏了我们作为人的 人性的 这个基本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前所未有的难民和IDP 在此时此刻 我们的团结支持的精神在哪呢 我们看到 不仅是边界 我们的心灵也在关闭 难民家庭 他们被拆散 他们的权力被破坏 我们必须重新恢复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完整性 并履行 正向我们在难民全球契约方面所确定的责任分担的承诺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推动执行首次关于全球移民契约的执行 去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通过了这样的契约 这就意味着要加强国际合作 进行一个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民 而且要打击走私人犯和犯罪者 他们通过以弱者为代价 这个中保私囊 所有的难民 自己的人权都必须得到尊重 阁厦们在当今世界 现在 恐惧成了最叫卖的品牌 为此呢 我启动了两个倡议 第一个是 在联合国系统的 一个是联合系统的战略呢 应激仇恨言论 第二个是一个行动计划 支持努力 拯救宗教场所 并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 任何少数族裔 不管是种族的族裔 必须充分享受自己的基本人权 社会团结 要实现的话 本身是不容易的 必须要进行投资 以确保不同的社区 他们的身份得到尊重 而且他们在整个社会中 有自己的一席之位 对那些要进行压迫和破分裂的人 我要告诉他们 多样性不是威胁 它是一个财富 不能令人接受的是 在21世纪 男性和女性 他们由于自己的身份 信仰和宗教取向 而遭到迫害 我们当然必须也确保 脆弱和别人化人的权利 今年我启动了首次 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 当然 我们还不应忘记 世界上 歧视 最严重的一个形式 它影响到人类的一半 就是对女性的和女童的歧视 性别平等 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而且权力 现在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 我们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从议会到董事会 即便本星期在联合国的会议室 走廊中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必须逆转过去的 这个僵硬的做法 真正的把妇女的权利和代表 作为我们为人类的 共同的目标 为此 我在联合国呢 进行努力 每天都确保性别均等 要实现地区平衡 今天我们在 我的资深的管理 小组中实现了均等 而且在 国 驻地协调员方面 他们是在国家一层领导联合工作的 驻地协调员 也实现了性别均等 各厦门 我在我们联合国各个层次 实现性别均等之前 我是不会放弃的 要实现世界各地 妇女和女童的 平等的 充分的平等 这就意味着继续 对于对妇女权利 现在所做出的反向努力 予以回击 这也意味着 要 要指出呢 在恐怖主义袭击 暴力的 这个极端的 理念和这个仇恨罪上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有 他们有暴力的 对人类的仇恨的倾向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这需要两个世纪 才能 弥补经济上的 富权的差距 我们 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告诉我的 孙女说 平等 必须要等待 要让她的 孙女的孙女 才能获得 这是不行的 各厦门 随着我们继续 这一关键的工作 我启动了 这个有效 大胆的改革 使联合国更有效 我希望你们 能够帮助我们 让联合国走上 有一个良好的 财政的基础 在一个日益 分歧的世界中 日益分裂的世界中 我们需要一个 强大联合国 明年 我们将纪念 联合国成立 75周年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要重新宣布 对我们共同项目的承诺 我们面临的问题 是实在在的 但是希望也是如此 在我们努力 服务于人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 人民那里 得到启示 过去两年半 我与非洲 那些在学习编程的女童 一起我见到她们 我也见到了老师们 她们要给年轻人 以应对未来的技能 而且在世界各个地方 在 这个 这个 企业家 她们通过一个个新的创新 带领我们走入 绿色经济 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 她们的希望和渴望 和她们的人权 必须是检验我们工作的使经师 我们在此是为了 服务于她们 我们在这里 是为了促进我们大家 共同的利益 从事捍卫我们 共同的人性和价值 这 正是这些价值 让我们组织的 这个缔造者 走到一起来 现在在分裂 充满分裂的当天 我们必须重新 换起那一精神 让我们恢复信任 重建希望 共同向前迈进 谢谢 感谢联合国秘书长 所做的发言 喜欢让阿姨帕 感谢联合国秘书长